一个技术做了极致就是本蓝 大家好,我是鬼手 最近市场的行情相对一般 有不少的股迷朋友出现了账户上的浮亏 甚至是被套的情况 那么在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来分享解套的一个攻锐 这个攻锐分为两个部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解套的思路 在下一期视频里面重点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解套具体的策略是什么 好,我们先来看解套的思路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是上证指数 就从这里开始 也就是从15年的5178一路下跌 到了这里的最低点 到了2638这个点 就是有很多非股民 就对于套牢或者生套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会表示不理解 比如从5178跌到了2638 就股民怎么会不知道卖呢 在这期间是不是跌了这么多 他们怎么不知道卖股票呢 而且这种跌不是说跌了一两天 是不是都跌了接近一年了 这里随便的哪一天都能卖股票是不是 一两个人不知道卖也就算了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股民被套在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问题 就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 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就是说散户可以省的根源 不再说他们不懂得预测 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他们缺少相应的应对的策略 比如像在一个上升趋势中 如果在上升趋势中你的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比如像在这里的话会讲到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 挣钱的盈利是主要的 风险的防范是次要的 第二点就是说买路是主要的 卖出是次要的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说上涨是主要的 下跌是次要的 那么大家在相应的操作上 就根据这三个要点去思考 去分析去研判 最终在操作上 就可以简单总结为这一句话 逢低吸落买进持股为主 就这句话是我们在上升趋势中 核心的一个操作的策略 反过来如果是在下降趋势中 那么有三个点要需要注意 下跌是主要的 上涨是次要的 卖出是主要的 买路是次要的 第三点 风险防范是主要的 挣钱盈利是次要的 那么这三点再浓缩成一句话的话 就这样 物极必反 短线为主 逢高卖出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下降趋势中 核心的一个指导的策略 讲完了不同趋势操作策略 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解套的思路 也是今天的重点 这里有五句话 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把它记下来 像第一句话叫做 止损的思路适用于熊市的初期 做空的思路适用于熊市的中期 五谷的思路适用于熊市的末期 摊平的思路适用于底部的区域 而持骨的思路适用于牛市的初期 这是对于不同的大环境 如果你的账户出现了浮亏 你的解套的思路是怎样的 就是这五句话 接下来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像第一个就是说 止损的思路适用于在熊市的初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这种熊市的初期 像这种大势的下跌才刚刚开始 不可能说只跌一波就见底了 通常它是有好几个波段的下跌 通过这样几个波段的下跌 才能够把之前就上涨到高位的风险 才能完全的释放 就是说风险是涨出来的 机会是跌出来的 而像股指 比如上证和深圳 它代表的是整个股市面临的 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用在熊市的初期是系统性风险最大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股票在期间有没有上涨了 也会有上涨 可能涨个几天 长一点的会涨个一周左右 但这种上涨只是一个反弹 像在这个阶段 上涨反而是卖出股票的时机 当然很多人纠结的是什么 就说你说的我都懂 那么到底怎样去判断 现在是熊市的初期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研判的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就讲了一个技术分析 其实在以前的一个视频里面 也是给大家讲过的 就是互生两个指数进行对比 两种指数互相验证 就根据道士理论那个核心的精髓 学以致用就应用到A股上面 就是说在不同的市场 两个重要指数发生长达三个月以上的背离 或者是股指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的顶底点 比如呈现出顶点比顶点低 低点比低点低的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熊市初期的阶段 大家看上这张图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这里正常这红多绿的K线的话 是上阵指数的 显示的是上阵指数 这个紫色的就是深阵陈指 就把这个两个指数放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进行对比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上阵指数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高点高点在抬高 而我们来看到下面这个紫色的深阵层子 它是高点高点在降低 同样的时间段里面 两个指数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个走势 就是说一个是在高点在抬高 一个是高点在降低 那么像这种就形成了什么指数的背离 像这种指数的背离 尤其是持续的时间长的 像这种时候风险是很大的 往往预示着接下来会有大幅度的下跌 像在这里垂下来之后反弹了一下 接下来持续的这种一路就下跌了 那么像这种两种指数出现背离了 尤其是背离的时间还不短 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像这个 接下来的下跌的时间是不会短的 很容易就是出现在这种什么熊市的初期阶段 那么接下来后面什么 出现反弹出现上涨 就是你要考虑把你的股票卖出去的时候 在这期间呢 尽量不要做什么波段 你要操作也是以短线为主 像在2018年把很多追高的人直接淘汰出市场了 是非常残酷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讲到了做空的思路 适用于在熊市的中期 当然在我们A股里面 我们股民大多数股民只能是靠做多赚钱 你说龙子龙卷的话 相信这个门槛比较高 很多人不会去操作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这个熊市的中期这个阶段呢 只能什么 只能是空上去休息 在这个熊市的中期阶段 你不做就相当于在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的话就要亏 你不做 不亏那个钱的话就相当于在赚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当然很多人说 怎样去碰到这个熊市的中期阶段呢 那么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也就是炒股绝技100兆里面 也给大家讲过一个什么方法 MACD的大周期 就把MACD的参数改成什么 50 100 也是给大家讲过的 怎样去碰到当前是牛还是熊 就用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个方法 现在这种阶段 整体它的大的方向是下跌的 有反弹没有 有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你把握不好 你把握不好的话就不做 是不是 好好的找个时间去休息 好 再来看第三个 就是说五股思路 适用于在熊市的末期 就如果你已经跌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跌了这个末期这个阶段来了 前面这么长的下跌你都熬过来了 像在这种末期的话 这个时候就换思路了 也不是说要卖了或者怎么样的 反而要捂住股票了 像美在这种熊市见底 都有相当多一部分的人 就死在黎明晴的黑暗 都要接下来就要见涨了 结果呢在最后的位置 把股票给卖出去了 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信息丧失了 割了出局 那么怎样去延放 这种是熊市的末端呢 或者说熊市的底部呢 这里给大家两个特征 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加速 像之前低是什么 就是越低越快 越低越快 就这种 但是等到熊市末期的时候 它低的越来越缓 低的越来越缓 这个坡度 这个角度就变成不一样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不断有救世利好的政策出现 比如像08年 是不是 08年的年末的那种阶段 降准降息 还有像4万亿计划 就是在2008年12月底提出来的 后面就爆发一个什么 2019年政策小牛市出来了 这是第二个要出现的 当这两种特征出来的时候 你再配合一些技术面分析的方法 如果你是基本面分析的投资者的话 你用你的基本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分析 也是可以的 就是能够沿胖出当前这个位置 已经低的够低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反而什么 反而是要赖的就是性子 要去捂住这个股票 这个时候都不叫持股了 叫捂住 牢牢的捂在你的口袋里面 不要什么 不要倒在厘米前的黑暗 好吧 再来看第四个 就是说摊平的思路 适用于在底部的区域 如果投资者已经确认 这个牛市的底部已经来临了 比如下跌 跌在这里 已经见到一个熊市的末端了 然后接下来再作为筑底 做了一个比如W的底 或者相应的一些形态出来了 你能确定 这个牛市的底部已经来临了 而且手上被套的股票 也走出了这种明显的一些底部形态了 像双底 头肩底 都是可以的 那么像这种一旦股市走牛 股票相应的也会上去 是不是 那么像在这种时候 反而什么 反而要加仓 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些股票 把你之前 比如你在这个位置买进来的 被套了股票 你一加的话 就能把这个平均成本给摊下来 摊到这种位置来 是价位 平均价位 可能在这种位置 好 第五种思路 就是说换股的思路 它是适用于在牛市的初期去落换墙 就把落市的换成墙式的 就靠这种强者恒强的股票 通过它的上涨 来够凝补之前的那个亏损 比如之前可能亏了十个点 如果说被套的话 可能三十个点 是不是 但如果你上涨的股票 能够把这个亏损给凝补 甚至什么 甚至能够比如达到四十个点的话 甚至五十个点的话 那么你就是赚的 是不是 如果你不换股票的话 这三十个点 就之前跌了三十个点的股票 说明它很弱 是不是 接下来它就算出现上涨 可能稍微谈一谈 力度明显是比那个大棚要弱的 那么这种 你可能之前亏三十个点 变得亏什么 亏十五个点 但还是亏的 但如果你换成强势的股票 选一只好股票的话 你就能变成赚的 这就是区别 好 这就是给大家讲到的解套的五个思路 那么在下一期视频里面 将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解套具体操作的测验 好 今天内容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